美国劳工统计局在这个星期发布统计报告 截至5月底 职位空缺数来到了1125万个 相较4月有所下降 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5月份职位空缺总数相对4月的数据有所下降 但仍远远超过求职市场上寻找工作的人数 最新的职位空缺数量为1125万 而4月份时这个数字为1168万 根据该局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 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 职位空缺率从7.2%下降到6.9% 尽管有所下降 但职位空缺水平好于FactSet估计的1104万个 本月有595万人被计算为失业人口 这意味着每个可用工人有1.9个职位空缺 仍处于历史高位 随着所谓的大辞职潮消退 主动提出辞职的人数有所下降 降至427万 在COVID时代自愿离职的人数猛增 这表明在劳动力极度短缺时期 就业人口流动性增强 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JOLTS报告 寻找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 美国5月份的失业率为3.6% 略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然而现在美国的工人比2020年2月减少了44万人 自2000年12月以来 企业裁员数据在4月份创下新低后 本月的裁员人数微升至139万人 制造业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的职位空缺有所下降 而零售业休闲和酒店业的职位空缺却大幅增加 6月份非制造业服务指数为55.3% 表明企业扩张的百分比 尽管从5月份的55.9%有所放缓 但仍好于道琼斯54的预期 就业指数下降至47.4% 下降了2.8个点 表明出现收缩 中天中望 准理报道 现在尽管油价飙升 带动更多消费者想要换购店